喂老板 今天来个临时员工请假 我们人手不够 菜来不及上 顾客开始投诉了 老板 你吹我也没有用啊 统计这些资料需要时间啊 搞错了 这些货还有很多 我要的却都没来 各位中学企业的老板们 是否有一样的苦恼呢 要如何突破人手短缺 错误百出 效率低下的种种管理上的瓶颈呢 要如何以更流畅 更精简 更准确的方式 提高生产和竞争力呢 大胆地采用资讯通讯技术 可以帮助你在竞争激烈的商业环境里面 保持优势 重新定位 攀爬业绩高峰 神经济月 破坏在台外 定位 可能 帮助理 托法 这是 第一次 你喝了 多长大哥 对不起迟到了 对不起迟到了 我刚才有一个会议 所以耽误了时间 是不是 你买单 好 我是听说你要筹备 建议一间学生教育中心 有什么困难吗 我之前是有考虑过 可是跟一些行列的朋友 聊过之后呢 就发觉到其实那个挑战蛮大的 这个学校的日常运作 非常的琐碎 老师呢要兼顾这个行政 还有教学的工作 这个家长的要求越来越高 所以啊 这个学生教育一点也不简单 老师我要去厕所 我要去学 好 等一下 OK 吴老师你可以帮我量体温吗 我希望你需要和点人上厕所 好 来 来 对不起 我赶时间可以让我排前面吗 好吧 让我先 好 谢谢 谢谢 36.7 老师我要喝水 好 等一下 OK 所以我赶多少钱 我赶多少钱 不好意思 吴老师 我今天有点赶时间 可以让我的孩子先牵到吗 不好意思啊 请等一下 下一个就轮到你了 我尽量快 我老师真的很忙哦 对啊 如果能改善 使用这个工作就好了 那老师就更多时间教导学生 那学生也可以学习更多东西 现在的家长呢 对孩子的学习是越来越紧张了 当然孩子呢 越早培养学习习惯越好 所以家长对老师总是基于厚望 希望他们可以更好地发挥他们的教学专场 嗯 学生教育真的很不容易啊 那些老师呢 要懂得幼儿的行为心理学 儿童生理学 要懂得英才施教 还要熟悉这个教育理论 哇 他们真的很想把工作做得很好的 可是却心有越历不及 陈文华 张美美 晓琳 晓琳在哪方面需要改进呢 真理这些手写的进度报告 真头头 还有二十多份 怎么办呢 吴老师 校长要找你 我马上来 校长 你找我 吴老师 请坐 我找你来是想跟你谈谈下学期的教学方案 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我是有些想法啦 但我想总结本学期的教学成果 才来加强教案 孩子们的进度报告 我得先拿回去看 所以 校长 校长 晓琳跟妈妈要见你 校长 我有点担心晓琳 每次问她在学校学什么东西 她都跟我讲一样的 晓琳告诉妈妈 你在学校学什么东西 不知道 就是这样 每次问她 她都说不知道 我很想配合你们学校的教学 可是 每次我要跟她复习 都不懂她在学校学什么东西 你可以给我看晓琳的学习报告吗 陈太太 你要看晓琳的学习进度报告 我们是需要一点时间来整理的 你现在就要 恐怕有一点困难 不如这样吧 你给我一点时间 让我和其他的老师整理好了 我们马上通知你 好吗 那你们尽快整理吧 所以你看 以大量的人工去做记录 去做分析 以这样的情况来看呢 老师是不可能完全发挥实力的 总的来说呢 学前教育中心目前面临的挑战就是 要如何减少例行程序对人工的依赖 要如何完善地评估学生 还有如何及时地把报告呈现给家长 那我觉得这些呢 资讯通讯科技都可以帮忙到 我带你去参观一间 学前教育中心就明白了 好 位于奥匹拉园的 Twinkel Kids Academy 是今年初刚创办的学前教育中心 目前有53名孩子在这里得到照顾 学校得到资讯通信发展管理局 IDA的援助 与软件开发公司合作 于7月开始 使用一套崭新的资讯通信方案 欢迎来到我们学校 我想带她来看看你们学校的资讯通讯系统 怎么来运作的 比方说现在小朋友在做什么 我们的小孩子是在他们点名跟check up 点名是用这个平板电脑 很新鲜对不对 好 我们去看一下怎么操作好不好 嗨 老师好 你好 那小朋友在干什么现在 小朋友现在进行自己拍照 然后进行点名和量体温 好 老师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个系统怎么运作的 小朋友每天到学校以后会自己进行点名拍照 照片还有他的到校时间 还有他的体温 都会自动的进入系统 然后我们这个系统会把这些资料全部发送给家长 通过什么发送 通过电子邮件发送 电子邮件 那为什么小朋友要拍照呢 因为有的小朋友不是有父母送到学校来的 而是有比如说女佣或者是他的祖父母 这样我们拍照的话 主要是从一个安全的角度来考虑 我们的系统把我们的照片和谁一起拍照的发送给父母 父母会知道什么时候和谁拍的照 这样父母就会很清楚了 那刚才说到这个每天量体温 跟人家好多次 现在这个有系统的话 跟以前没有系统的话 以前就比较费力了 对以前可能我们量两次 现在可能我们就量四次 这个系统就是比较方便一点 解放我们老师 不用挨着挨着每个小朋友去 仔细计量 然后还分计下来 现在就是比较方便 直接就进系统了 基本上就是跟上科技 因为现在基本上 其他学校都是用签名的方式 所以可能时间上会拉长一点 不过拍照就比较快一些 我喜欢拍照点名 因为很简单 因为可以看我们的爸爸妈妈 我是觉得现在用拍照点名是比较好 因为真的可以证明说 是你亲自把孩子带来学校的 不是说随便一个人会把你孩子带来学校 中心采用了这套学校管理系统 将管理层 教师和家长 无份衔接以后 估计每年平均能提高生产力达600个小时 为老师减少了70%的行政与日常运作时间 这样老师便能更专心教书 孩子们当然获益更多了 家长关心孩子在学校的学习进度 资讯通信技术如何化解家长们的紧张呢 现在看起来果然是很有效率的 那么以前这个手工的纸质的花老师很多时间吧 对 需要花我们蛮长时间去准备的 因为我们得把我们手上所有的资料 进行一个整理 然后整理出来以后再打给家长看 所以我们因为半年开一支家长会 我们会有很多的资料在手上 所以有可能两三个月前发生的事情 老师可能已经会有一点点忘记了 那么现在呢就是及时更新 随时发生状态 及时把它记录进行 家长要看随时可以看 也不需要等到那么长的时间 对 那么老师也可以省下更多的时间 对 老师也可以把整理资料的时间节省出来 专心于自己的教学 更好地照顾好孩子 丑娃娃 丑娃娃 你到底在笑啥 能把高兴的事给我说说吗 非常好 陈太太 谢谢你出席今天的家长会 我发现小林这三个月的表现很好 在词语表达和听力方面都有显著的进步 你在家里是不是经常陪她温习呢 是啊 现在我们家长可以通过学校的系统 随时查看孩子们的进度报告 所以尽量配合学校教学 帮孩子温习 这样很好啊 我也发现小林在各方面都有进步 资讯通信 要经营一门胜利真的是很不容易 要善用这个资讯通信技术来提高生产力才行 对啊 我有个朋友他是经营这个小吃店的 一直跟我埋怨啊 说这个员工短缺 很生意很难做 有什么解决方案吗 其实餐饮业算是新加坡最红火的行业之一 很多老板都面临员工短缺 成本高涨这些压力 即使竞争环境这么恶劣 成功的人还是带有人在的 本地新餐馆Japs Clay 多年来屹立不倒 是因为他长到了自从的市场定位 采取温馨家庭式用餐环境的行销策略 并成功维持至今 他们怎么去应对员工短缺的问题呢 韩经理啊 我想你们作为一个家庭式 这样很温馨的一个餐馆 在聘请员工一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们可以找聘请那些临时员工来补助这些正式员工的缺位 对 我很想了解一下 假如说今天在完全没有系统之前 你们是怎么做的 我们用我们的那个工作表写下来 他们的写的时间会也是会有差错 如果没有系统的话 人事调配和管理会很大的问题 经理 不好意思喔 我亲戚从东马来 本来大概五点到十年是可以的 现在可以换成做五班嘛 你六点给我上班啦 OK 还有还有 我要改 我现在的时间剩下 可以喔 经理 好 你给我安排一下好不好 这样让你们知道 经理 你赶快叫那个阿清马上下来 今天什么日子还敢请假 阿清的假? 对啊 我批准了啊 今天是什么日子啊 经理 今天是假日前夕耶 我们又不是巴早鱼 拿来的时间 take order 送菜 收碗碟 你看客人都跑了好几个了 对啊 排断排断那么乱 我 顺便 你在这里我跟你说 上个月十八号我忘记打卡 你说我会记住 可是现在呢 我少了四个钟头 你说怎么办 再这样下去我真的不做了 其实不只是仅仅这个人事管理方面的问题 我的那个 经营餐饮业的朋友呢 就跟我分享了一个很处的事情 牛排五分收 好好 牛排没有了 不好意思 牛排没有了耶 那就换你羊排吧 羊排好 哦 最后一份也是刚刚买完的 我们到底有什么 牛肉 羊肉 鸡肉 全都买完了 薯条还剩多 剩薯条? 为什么会这样子啊 经货人士 你不是我的经理 你不要问我 先生 你有薯条吗 那结合两位的这个讲法 我现在这个了解到 其实 经营餐饮业 两个很重要的问题 或者说挑战 一个就是人事管理方面 对吗 如果说这个不完善的话 就会影响士气 对吧 另外一个就是采购方面 采购管理方面是非常重要 要不然 顾客就不来了 是 在IDA和Spring的推动下 市场已推出不少 为餐饮业者量身定做的 资讯通信方案 能协助老板应付以上两大挑战 Jax Place在标新局协助设立 优化工作队伍管理系统 OWMS之后 成效就相当协助 根据这个系统 它可以用这个三个月前的营额 来跟你预算 要多少个员工来 每天几个人来做这个工作 可以根据几个月的营业额来预算 预算 每天需要多少人手 你就可以安排了 对 提前预知了嘛 好 太棒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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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我们的脸部扫描 从那边扫描 直接可以 哦 刚才那个系统 我示范给你看的时候 对 它已经的时间 你扫描了 也记录在里面 哦 那这样的话 每个月你的工资 会不会差错了 不会错了 几点进来的 几点下班的 对吗 好 经理可以 经理试一下 它怎么样 现在我要进去 对 你要出去 所以现在等于已经过去了 对吗 就这样就好了 这么简单 就是这样 它就像拍一张照这样 就过去了 是的 没错 没错 这些仅然有序 也不会有这个不必要的修分 这个员工的工作效率 也会提高 那当然肯定的 我喜欢这边的环境 工钱又算得很准 不会错 不会临时给我加班 我家庭跟工作的 都会兼顾得很好 我会推荐我的朋友 来这边工作 光亮大哥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 这个资讯通信技术 能够有效地帮忙 这个人事管理 那这个采购管理方面 可以为企业带来什么好处 这个问题问得好 据我知道 在本地做了三十多年的 老字号Hans 在这方面 就积累了很丰富的经验 他们现在用五位采购人员 就可以管理 超过二十家分行的采购事宜 很神奇对不对 带你去看看 好 好 在建立资讯通讯技术之前 你们的采购部门如何进行工作 以前我们的分行都会有一本很厚的采购部族 这边全部有上百家的工艺商的采购单在里面 哇 对 每天就是需要什么填什么 还是每一项都要填的 就是他们需要订些什么 他们就会填 填了之后他们就会传真 一张一张传真给我们采购部职员 所以当我们采购部职员收到这些订单 我们要去把它集中 集中之后再一张一张的传真给供应商 所以文件方面就会很多很多 对因为不同的分店比如说都要订面包 你要找出来 是不是这个意思 对对对 集中在一起 再给面包的供应商 对对对而且我们总共有24间分行 所以就变成我们每天都会收到很多很多的这个传真的订购单进来 我们的公司采购部职员这边 OK 那如果你来不及下订单他不是会缺货 就是有发生这样的事情 因为每间供应商都有他们指定的供应时间 所以采购员必须在指定时间内呢 把订单传真给供应商 所以因为我们的文书工作方面会很多 所以有时候也来不及下订单给供应商 就会造成分行他们之间的货物的连接会有一些问题 所以也会造成分行经理必须自己出去外面买他们所需要的东西 成本上面就会增加了很多 经理经理面包已经卖完了 没有面包了 对因为昨天采购员没有在指定时间内 把订单传给供应商 所以现在面包缺货了 没有面包怎么行 这里的顾客那么多 你先帮我看着我先出去买 好 所以现在呢 就有一个新的系统建立在那边 所以变成呢 我们可以直接进到供应商的系统 然后呢 分行经理也可以直接联系在上面 就是连在一起 所以分行呢 他们可以直接通过这个系统 他们可以直接 要点他们要订什么 多少 采购部职员就会去批准它 批准之后呢 这个订单就会直接连接给供应商的系统 所以它在这方面是完全连接 就会省下很多的时间 我们可以专注的在帮奥 分行去提醒他们哪些东西 他们忘了订 然后去找宣传 拿更好的价钱 更好的货物 来提供给分行的经理 这个真的是工作效率大大提高 对大大提高 管理层任何时候都可以追查每一笔交易 而且每一家供应商的实时价格 也都随时随地能看得到 对占控成本有非常大的好处 雪凌 是经理 你12点56分下的订单 已经不能批准了 因为对方的价钱已经上调了 所以你另外找一家新的供应商吧 OK 马上处理 哦 经理 啊 什么事啊 我还注意到有几家供应商 让他们的价钱越来越有竞争力 我会多加注意 在适合的价格点考虑转换 做得好 谢谢经理 自从有这个系统 我们就更快速 更准确地 采购我们所要的货物 然后就是 这个系统里面也有我们的订单 就是我们可以自行检查 有没有任何的遗漏 自从有了这套系统之后 然后我们就是有更多的时间 去服务我们的顾客 从而提高我们的服务水准 安 这么十年这么有空 以前不是在传承机那里 fax到半命的吗 现在用这个就行了 快而准 再不用担心存活不够 今天想要吃什么 不懂勒 喜欢吃意大利面吗 新鲜材料是刚刚送到的 先到先卖 保管你好吃 好啊 我在这里吃了一份 打包两份给我孩子 我还买糕点 好的 新鲜出炉的 这边选 向你介绍 资讯通信发展管理局 和标信局携手推动的 电子采购平台 将会以新加密多 餐饮店协会属下 超过四十家专小企业 越多商家加入 就越能促进行业 在采购方面的 寿命度和效率 更好的控制成本 大家一起做益 运用资讯通信科技 可为餐饮业者 带来以下成效 人事管理更完善 就能缓解员工不足的问题 提高员工士气 通过更有效的采购管理 改善整个货物的供应链 并能更好的掌控成本 减少换货 买贵 买错等问题 整个业务也会变得更加顺畅 苏芳 我想现在知道 餐饮业者 如果像采用电子采购平台 或者人事管理系统 可以向标新局 Spring申请能力发展津贴 或者向IDA资讯局 申请iSpring津贴 有借获得高达70%的 合格成本的资助 太好了 我现在马上去跟我 那个经营小吃店的朋友 见个面 告诉他这些餐饮企业 资讯化的好处 没错 其实不管你经营什么行业 只要采用资讯通讯管理系统 就可以应付各种挑战 提高你的竞争力 如果你是一家中小企业 并想通过资讯通信 提高企业的整体竞争力 与生产力 您可拨打IDA资讯局的 iSpring热线 6211-1212询问 您也可以拨打Spring标信局的 EnterpriseOne企业通热线 6898-1800 查询开放给中小企业的 政府支援项目 主持人